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Ricky Yu 耀有光社會地產的創辦人 我們的工作是重建社會和地產之間的關係 說得上重建,因為我覺得已經是社會有社會,地產有地產,各走各路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urban economy 我們一方面是超有錢,另一方面也是超貧窮 而當這種貧富懸殊的力量,再黏住房屋問題的力量 在我眼裡看,是好像社會黑洞一樣吸引很多人進去 我對未來香港城市生活的想像 絕對不是人人有公屋,也不是每個人買到樓 我對未來城市生活的想像是房屋、地產 不再是阻止人向前進的力量 不會再是因為大家怕沒錢供樓 不敢轉工,不敢試自己想做的事 不會再是因為怕自己的入息限額 超越公屋入息上限 不敢升職加薪 我對未來城市的想像是希望房屋、地產 再一次成為推動人向前的一種力量 我相信香港的地產真的已經是離地 我們覺得很正常的,什麼都一萬元呎的樓價 如果在世界上其他城市的人眼裡看,是很不正常的 我們公屋,現在二人家庭的入息上限 大概是一萬六千多元 但我們二人家庭的貧窮線,大家知不知是多少錢? 是八千多元 那究竟公屋如果不是給窮的人住 是給什麼人住的? 大家都可能知道香港有很多劏房在深水埗 但其實劏房是否只在深水埗? 就是在我們現在坐在這個會場附近 一樣有劏房 周圍都有 我見過最離譜的劏房在燕尼地城 西埔城邪對面那些舊樓 舊樓和舊樓之間的後巷上面搭建了一些東西 然後在搭建物上面的劏房 要多離譜有多離譜 我認識很多住劏房的家庭 房子固然小 標準的劏房生活通常只有一張床 接著有一格窗 有一個洗手間 煮飯的地方就是馬桶上面 很多這些家庭遇到的問題不只是地方小 我舉個例子 我認識一家人 一家三口 他很刻意編排他們的生活 因為他家只有一張床 三個人怎麼睡呢? 早上小朋友上學 下午有一個大人上下午間的工作 然後另一個大人安排通宵間的工作 一張床可以三個人夠睡 對我來說這些是貧窮問題 是房屋問題 我認識一個母女單親 媽媽帶著女兒 為了省錢 劏房也租不起 夾粉同一個一樓一縫 夾粉租間屋住 大家要共用客廳廚房 妹妹放學回家 出去廚房倒水 會路過客廳 看到很多男士坐在這裡排隊 這些對我來說是貧窮和房屋問題 有時候我會想 為什麼我們的房屋市場搞成這樣 但我自己的商界 所以趁我明白 這些不怪的市場 市場本身只是一個工具 市場只是一個工具 市場本身沒有人性 如果管理市場的人 不刻意用人性去管理他 市場不會懂得分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服務社會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跟市場行事呢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take over control 由我們決定市場怎麼做呢 為什麼連政府賣樓 都要以市價做基礎去計算呢 我想了很多這些事情 我不停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好像很有限 我又不是很有錢 我又不認識政府高官 也不認識發展商 更加不認識搞NGO 我認識的只是企業營運 我一邊想一邊想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突然發現 留意到一個現象 我發覺身邊有些人 他可以用很便宜的租 將自己的單位 租給一些有困難的親戚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在我們社會裡很 common 但我突然想起 對 原來不是每一個業主 一定是向錢看的 我在想 有沒有機會 用我自己認識的企業管理方法 將這種民間的美德發大來做呢 這個就是整個光訪計劃 最開始最原始的一個想法 但我想三一層我也明白 對這些業主來說 他要很便宜租給一個有困難的親戚朋友 相對容易 但要他很便宜租給一個陌生人 就很難 難就難在不是賺的租金多了還是少了 難就難在信任那一下 我怎麼知道這個陌生人是可信的呢 事實上 信任是所有 現在我們說的 所有共享經濟的關鍵 對我來說 共享經濟的關鍵 並不是在於是否用互聯網 而是如何建立那兩個不認識的人之間的信任 在這個基礎下 我就創辦了耀有光這間公司 希望可以幫那些業主安心 拿那層樓出來 去做其他事情 我們很一條龍的 我們全部由這間屋搬進來之前 需要的一些預備工作 到密室配對租客 到日常的營運保養 租客關係的管理 怎樣跟其他合作的機構 一起幫這些家庭 到這個租客搬走 一條龍搞定了 不用犯到那些業主 那我們有個想法的就是 其實有很多業主 心態其實真的很簡單 他很想幫人 但他又不是打算開善堂 你明明幫人和開善堂 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我們深信有很多業主 其實是有這樣的心態 我們在基礎下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推出這個服務 一定會受這些業主歡迎 我很記得我們幾年前 推出光訪這個服務 和傳媒介紹之後 做記招之後的第二天 早上九點 我們已經收到第一個電話 有業主打電話來問 我有層樓收租 想用來做光訪 可以怎樣參加 在過去幾年 基本上我們沒有找過其他新的業主 每個月都有業主 approach我們 問他那層樓 怎樣可以做光訪 而來找我們的業主 有一個很有趣的共同特徵 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考慮市價 你看到現在這個圖 是香港現在光訪的分布圖 紅色的地方是光訪最多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維港兩岸是最多光訪的 這些業主真的可以不考慮市價 但我問自己 其實我是有什麼吸引到業主 來把他的圖樓拿出來做光訪的呢 我想到一件事 原來我們給了這些業主 有幾重的回報 說回報不一定只是說錢 只是說賺錢的時代 以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已經慢慢過去了 大家不是不說錢 但不再只是說錢 大家想有一些其他的回報 特別當一些業主 他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財富的時候 再累積多些財富 不是最開心的事 是怎樣善用自己的錢 才是最開心最滿足的事 我們光訪給了這些業主 我們叫三重回報 第一 社會回報 他真的幫到人 知道自己在幫誰 第二 財務回報 他繼續可以拿著房子做長線投資 第三 就是物業回報 簡單說就是有一個可靠的人 幫他看著房子 保留他很好 這些業主有很多不同的業主故事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業主他移民了去美加 他繼承了他父母的物業 他的struggle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struggle 你不要以為有房子就很簡單 其實也一樣有struggle 丟空他覺得很浪費 這麼多香港人沒有屋住 但我就是沒有人住 要自己住嗎 那我移民了 那又不需要自己住 賣嗎 是早業 我賣了的感覺不太好 租給人嗎 我都沒有時間租 沒有時間去管這件事 萬一遇到租霸怎麼辦 直到他在美加的報紙 看到光訪的話 覺得中了我的需要 維持住房子 幫到人 有人看住房子 完全滿足到他的需要 而除了這種類型的業主 也有一種新類型的業主 是越來越多 參加光訪計劃的 就是故意買一層房子 來做光訪的人 可能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覺得香港人很試賄 但我想跟大家說 香港已經在賣進一個新 在我的經驗裡 已經在賣進一個新的年代 越來越多人 approach我們 樓我就沒有 錢我就有 幫你買層 告訴我你想要什麼樓 真是千奇百怪 早前有個中半山的大投資者 持有很多物業的 特意approach我們 問我們 我想換馬 我想手上的樓盤換馬 不想只是拿豪宅 想換一些光訪 問我可以怎麼做 早前有一個很觸碰我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社工 他在做社工的時候 已經很認識光訪計劃 他很喜歡 後來他退休 一退休 拿到退休金 第一時間找我們 為什麼呢 他不是拿著退休金 是想去享受世界 或者坐遊輪 他在想 我拿著退休金 可以做什麼 他既想有少少投資 但是又想有少少意思 他就想到 買一層樓 剛剛好滿足我這兩個需要 特意找我們買一層樓 來做光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收下一間屋 收下一間屋 越來越多 但我想說 我們光訪計劃收到屋之後 怎樣分配給街坊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獨特的機制 是跟公屋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在在的人 知不知道公屋如何申請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機制 入式限額 一條線 用數目自畫 然後就先到先得 大致上是這樣的 簡單排隊制 這樣有這樣的好處 感覺上很公平 也易於管理 但從我們角度來說 其實人的問題 第一 用數字去表達 我們覺得表達得不太準確 一個人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把它簡單數字化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 今上人的問題 不單單是它入式高低的問題 每一個日跌入貧窮 當然有它背後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就用另一套系統 我們不用 Solid Line System 我們用一套叫做 Gray Line System 我們每一個街坊來到 我們不是用數目去看它 而是我們用 社工推薦的評估 再加我們面見去評估 看看光訪計劃 是否真的有機會幫到這個人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 match一些我們認為最能幫到他的街坊 搬進光訪居住 而這些街坊 為何會吸引光訪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有一定的保障 最大的保障是什麼呢 第一 他們租金有保障 在市場我們其實是完全不參考市價的 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說 一開始說 其實我們是覺得市場已經完全 跟這個社會的需要脫折的時候 為何我還要take這個東西 來做一個reference point呢 我們改變數學的算式 不是由市價 discount 下來 而是由街坊的實際需要 加上我們的成本 這個就是我們計算街坊租金的方法 所以他們的租金很有保障 第二 他們住的租期也很有保障 每個人都很清晰 最多可以用三年 他只可以用這段時間 來規劃他的人生 第三 他們租客 其他租客都有保障 因為入德光訪 全部都是有社工推介的 最後保障就是這間屋本身 我們不是豪宅 但基本安全設施齊備 也都有人均面積的參考 我們跟回公屋的標準 這些街坊很安心搬進來光訪住 這是我們給到他的權利 但我們更加強調一件事 是光訪租客有權有宅 這種有權有宅的租屋模式 我想可能我們真的是首創 那個有權剛才說了有什麼權 但有宅的重點是什麼 不是做一些很偉大的社會服務令 我知道最近有人說 如果做社會服務 就可以有住屋優惠那些事情 但我們的主要責任 是幫助自己的責任 他們有責任要幫助自己 我們經常強調 我們不是搞扶貧 我們是搞empowerment 扶貧和empowerment是不同的 我們不是他沒有什麼給他 我們是要用房子做一個工具 提升他自己的能力 房子他拿不走 但是如果他的能力提升 他自己拿得走 這個就是我們做的一種做法 所有入住我們家的街坊 全部都一定要參加我們的 empowerment program 這個是租約條款的一部分 他不能只住 如果想著只住就不要來住 他一定要在那幾年裡 想辦法幫自己 我們幫自己 我們有一套approach 叫做RICH 的approach 我今天不詳細說 大致的意思就是他要反思自己的生活 的priority 是什麼 他要用實際的行動 試一條對自己的出路出來 他要學習如何關心自己和身邊的人 更加重要的是他要以光訪畢業 我強調畢業 不是搬載 以光訪畢業為目標 如何為自己的未來生活去努力 我用兩個很簡單的例子去演繹 什麼叫做我們心目中的empowerment 什麼叫做生活能力的提升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對 有一個媽媽 她搬來住的時候 她什麼都不懂 她寄人離下 丈夫不見了 寄人離下住的親戚家 覺得自己沒有做過事 也沒有信心出來做事 搬來住 我們鼓勵她 不做事也不要緊 先試做義工 善用自己的時間 誰知道她做一下義工 找到一些東西 她從第一天義工開始 因為她人很有責任感 很有首尾 在NGO裡面給社工讚她 升職 雖然沒有薪金 沒有薪金 都是一種升職 你明白嗎? 責任多了 給她多一些東西做 她做一下做一下 由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 變成兩星期三星期五星期 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她發覺自己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接著開始學寫Proposal 學做訓定 學怎樣搞活動 幫其他街坊 見官員 到海外考察 但依然還是一個義工 雖然她找不到她的份量 但她找到我工作的靈魂 工作的靈魂是什麼? 做到一些事情 帶來的那種滿足感 這些就是我們心目中的empowerment 我舉了另一個例子 有一對兩兄弟和她媽媽 不幸爸爸過世 留下一條街數 媽媽要還 又這麼不幸 媽媽找到一個腫瘤 全家幾乎貧臨崩潰 你可以想像 突然間什麼都沒有了 但她跟很多我認識的 有志氣的新移民一樣 死都不肯拿中援 社工的勢力都不肯拿 直到過多兩個月 業主發現她沒有租交 迫遷 迫於無奈 拿中援 介紹她進了工房 進了工房 沒多久就跟她的家人聊 就知道你家裡有很多問題 但你都要 move on 你始終都要面對現實 你都要生活下去 那這兩兄弟我很記得 一個十六歲 一個十八歲 他們想不到一條條 就是兩兄弟一起不讀書 出來工作 他們開了很多次家庭會議 而最後說服媽媽 結果兩兄弟真的不讀書 出來工作 不用半年自己去社會福利署 跟社會福利署說 我們不要中援了 我們家裡的債我們自己還 再不用半年跟我們說 工房都不用了 我們存夠錢 便宜地租個地方 跟媽媽一起住 兩兄弟雖然讀不成書 很乖 很生性 很懂得照顧媽媽 我看到的是 他們賺到的不僅僅是錢 而是自己的問題 自己解決那份尊嚴 這些就是我們心目中的 總結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一開始 我們是想重建社會 和地產之間的關係 但其實我也想說 我們是想重建 最有錢的人 和窮的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是做一種配對 我們是將一些有責任感的租客 配對一些有社會責任感的業主 結果幾年前 我們由一間屋開始 第一個工房業主 inspire了另外幾十個工房業主出來 去到這兩年 這幾十個工房業主 又inspire了政府 我們今年會勾到政府一棟空置的物業出來 用這種empowerment housing的concept 來試行運行房屋 看看跟現在的房屋有什麼分別 又因為政府這個project 這陣子我又inspire了另一個人出來 他拿著一棟私人的物業 開始跟我們談 可不可以做empowerment housing 其實我想說 這件事一開始做的時候 是很細小的 沒有錢沒有人沒有權什麼都沒有 但是很多 如果你想深一層 很多歷史上社會的改變 都是由你inspire我 我inspire你 這樣開始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開始變大 所以最後我想說的是 不是一定要很多錢 或者很大的能力 或者很大的network 才可以帶來這個社會改變 其實很多事情做一下做一下 就會帶來改變 如果你身邊有人是有樓收租的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其實他的樓除了可以用來收租 還可以有其他價值 如果你身邊認識不到 有人有樓收租的 其實大家一樣可以參與 改變這個社會 甚至你可以改變很多發展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誰最能夠改變發展商 誰在發展商裡面最有影響力 我知道大家現在想 當然想到那幾個名字 但我想說不是 大家可能這裡都有多少商界背景 都明白 一間上市公司 它最要問責的 除了是那個經常見報的人之外 還有什麼人 是股東 是在座各位和你們買了地產股的親戚朋友 如果每一個都在公司的大會那裡說 其實我們不介意你賺少一點的 你做一些直接有社會效益的事情 不要再跟我說 我不賺得夠錢 我怎麼捐出去 賺很多捐很多的時代 我恐怕已經在過去了 我們是由源頭開始 就做一些真的對社會長遠有貢獻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 多謝大家